韩欣怡是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一名大一新生 由她发明的可调式马鞍 在今年5月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据介绍,这种新式马鞍可以根据乘坐者的体型改变大小 从而提升乘坐者的舒适度 现在的韩欣怡正在不断完善专利模型 期望让更多人更舒适地体验骑马项目 近日,她在校园内与记者分享了自己在创造过程中的体会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改变一些硬件方面的限制 从而能让更多的人去体验我们内蒙古这个骑马的项目 比如说一些体型偏胖的人 或者是需要带孩子一起体验骑马项目的一些家长 一方面丰富了他们的旅游经验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我们内蒙古的这个相当于是体验感吧 就是把一个想法可能算是误化了 或者是受到国家保护了 那一方面我自己还是很开心的 就是最起码在国家层面给到了我一个肯定 那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可以通过我的这个一个小的成就 能够激励更多的学生 能够把自己的想法真正落到实处 发明可调式马鞍后 韩欣怡也遭遇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有人认为她的这种新式马鞍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改变 也有人认为她的发明并不实用 对此她也有自己的看法 那有质疑肯定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了 因为就是所有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嘛 那一方面我会考虑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创新方面会更加在意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尊重 那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他们能够给予我们就是新新年更大的一种宽容 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平台来展现我们自己的想法 对于韩欣怡取得的这项专利 内蒙古师范大学校方表示了支持 在帮助她完善模型的同时 也在积极联系相关渠道进行推广 但校方也表示 相对于这项专利的产品化 更加注重学生在创新过程中的自我成长 那我们以为不是一个特别像一个工科类的学校 把它作为一个目击性没有那么太强烈 反正对于我而言 就是以为我们自己的学生我就想 那可能通过这一下 可能会遇到它产生其他的 叫我们思想思维列条就出现了 它有这个 而且它带动班的同学也在开始积极地去想 去创意 那么整个的话 就是我们从这个从事之中 一定是追求过程性地去唤醒培养 要让他们去树立一种 创新创业的一种理念意识 韩信仪向记者表示 希望通过她的成功经历 让更多人知道 如果有想法就要勇敢地去实现 作为一名大一学生 韩信仪认为今后的路还很长 她也会不断完善自己的作品 不断挑战自己 希望她能够在更多的地方能够被使用 比如说我们云南的茶马古道 陕西的霸上草原 有很多地方也都和我们一样 有起码的这样的一个旅游项目 也有起码的一个文化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投入到更多的地方 让更多的地方的起码文化也好 或者是旅游体验也好 都有进一步的提升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